韵南瓜 今天的天气真晴朗 我们一起去看看森林里面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吧 快到目的地了 小飞机就要起飞了 飞了飞了 飞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开始 起飞机比赛 倒数 3 2 1 飞了 特王子的飞机飞在最前面 肯定能飞到最远 不对 俺的才是最远的 兄弟加油 吉吉加油 我的小飞机 怎么会这样 帮帮我们跟小飞机撞在一起了 你看 阿滴飞机飞得最远 阿滴飞机飞得最远 阿滴飞机 阿滴飞机 在那里 小飞机 阿滴飞机 阿滴飞机 熊大姐姐 你们说 俺们该拿这个大南瓜做点啥呢 我有个建议 我们可以做一盏南瓜灯 做一盏大大的南瓜灯 好主意 熊大 俺也有一个主意 俺们可以把南瓜肉挖出来 让妈妈给俺们做特别好吃的南瓜饼 南瓜饼 美味的南瓜饼 先把南瓜藤扯掉 就可以把南瓜搬回家里 熊儿 俺没事 看 我们可以把他搬走了 太好了 看阿爹 好重啊 熊儿 让本王子来 一定能成功 看好了 真的好重啊 那咋办呀 鸡剑 俺们一起抬 来 数一二三 俺们一起用力 好 一二三 加油 加油 哪也来帮忙 加油 加油 用力啊 鸡剑王子加油 鸡剑王子 好痛啊 鸡剑王子 鸡剑王子 没事儿吧 我没事儿 这南瓜太重了 咋样才能把它搬回家呢 我们推着走吧 阿拉推 我们一起来推 我们一起来推 准备 推 推 推多了吗 推不多了 没力气了 嗯 这南瓜太重了 有办法了 很结实 鼠袋 你拿树藤干啥呀 绑上树藤 俺们就能一起拉南瓜了 大家一起用力 肯定能行 熊儿快来 好 咱们一起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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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 咱们再加把劲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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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哪了 才走了这么点 拖得太慢了 太阳都下山了 那咋办 我有个办法 我们把大南瓜劈开 不行 要是把南瓜劈开了 我们还怎么做南瓜灯 对 不能劈开 熊大 俺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俺想吃南瓜饼 熊大 你说 他有啥办法可以把大南瓜运回家 俺也不知道 大家再想想吧 俺们一定能想到好办法的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这个大南瓜怎么就搬不动呢 本王子一定要让他动起来 退 今天我一定要让大南瓜动起来 我的帽子 兄大 把帽子给我 兄大 想个办法了 给 兄大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你们刚才看到了吗 鸡鸡的帽子圆溜溜的 掉在地上可以滚动 可是这和俺们的大南瓜有啥关系 大南瓜也是圆的 俺们可以把大南瓜立起来 就像鸡鸡的帽子一样 把南瓜滚回家 这个办法不错吧 是哦 大南瓜圆圆的 像玩具汽车上的轮子 俺咋没想到呢 兄大 真棒 那咱们还等啥呀 赶紧去找一根结实的木棍 和一块大石头 把南瓜翘起来吧 兄大 那有根棍子 这块石头不错 熊儿 你踩上去 嗯 我们重攻略 兄大 你说的办法真管用 一点也不费力了 南瓜田 南瓜大 拿不动 抱不下 开动脑筋 想一想 圆圆的南瓜像车轮 轻轻松松滚回家 哈哈 大家看我的 呦呦呦呦呦呦у 姐姐别跑这么快 到我们 等到我们 等等我们 小朋友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记得要开通小老瓜想一想 fed 就能想到好办法 小朋友们 再见 好热呀 妈妈睡着了 妈妈出了好多汗呀 你别动 这样会弄醒妈妈的 我们来给妈妈扇风吧 有蚊子 熊二 会吵醒妈妈的 抓住他们 别跑 小声点 可不能再大声了 接着追 这次轻轻点 轻轻点 小刀 抓住一只蚊子 哪儿了 看 好痒 没事吧 熊二 熊大 咋了 熊二 熊大 阿伯蚊子有脸 好痒 有了 熊二 阿伯可以这样 可是蚊子有你咋办呀 没事 阿伯不怕 熊大 你真勇敢 来了吗 没有 来了 别动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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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咋不得呀 咋办呀 啥声音啊 是小青蛙 是小青蛙 对 小青蛙是蚊子 我们请它来帮忙捉蚊子吧 走 小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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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帮俺们捉蚊子呀 拜托你了 小青蛙 拜托 拜托 来 上来 小青蛙 小青蛙同意了 对不对啊 小青蛙 走 回去抓蚊子去 蚊子咬得都睡不好 也抓不住 又怕把妈妈吵醒了 对 就是这样 今天一定要抓住这些讨厌的蚊子 讨厌的蚊子呢 小青蛙 会吵醒妈妈的 熊儿 快 安怕 快 害怕的吧 小青蛙 靠你脸 加油 小青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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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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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蚊子真是太狡猾了 咱们也帮忙去 抓到了 小青蛙 你可真厉害 弟呀 弟呀 俺跟熊大 追脸 还有一只 好像在后面 看到咧 熊大别动 有蚊子 熊大 熊大 在那 别让它跑咧 别跑 别跑 蚊子要跑了 快追 熊大 快 它要飞出去了 小青蛙 特别让它跑咧 熊大 熊大 你守住门口 快拦住 快拦住 熊大 快包包 来了 蚊子呢 终于抓到了 这下妈妈能睡个好觉了 谢谢你 小青蛙 妈妈 你醒了 原来是熊大熊二在帮妈妈扇风 谢谢你们 妈妈 外面下雨点 这下凉快了 孩子们晚安 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们 每天都很辛苦 我们可以做些力和能及的事情 多多关心他们 小朋友们 再见 年兽 年兽来了 过年了 大树幼儿园里真热闹 过年了 是山羊爷爷和大黑熊老师 大黑熊老师 山羊爷爷 过年好呀 毛毛过年好 过年好 啊 谢谢山羊爷爷 谢谢山羊爷爷 好了 快去玩吧 山羊爷爷爷再见 大黑熊老师再见 再见 爸爸 给你 嗯 凯特 凯特爸爸 过年好呀 过年好啊 毛毛 妈妈 过年好 凯特 你看见奇迹忘记了吗 奇迹 他们在教室里捡窗花呀 窗花 哇 老师 这是啥呀 老师 是狮子吗 不对 是老虎嘛 那是龙吗 你们说的呀 都不对 这个呢 它叫年兽 年兽 年兽 年兽是啥呀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 啊 年的怪兽 每到除夕的这一天 它就会下山来捣乱 人们对它是又恨又怕 年兽好坏呀 不喜欢它 要是本王子在 它才不敢来捣乱呢 鸡鸡别生气 熊儿也不用担心 因为年兽也有它害怕的东西 啊 是啥呀 年兽怕火光 怕红色的东西 害怕巨大的声响 于是人们就在家门口贴春帘 放鞭炮 挂红灯笼 把年给吓跑 从此以后啊 年兽就再也不敢下山来了 年兽来了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皇冬 额 タコ 只能不怕 往里才不怕你呢 噼里啪啦 看啊 找不到吧 噼里啪啦 你们快来看啊 我爸爸的冰雕做好了 冰雕 本王子要去看 熊儿 咱们也去看看吧 看冰雕了 你们慢点 年兽 他没人呢 什么声音 是谁 是鸡鸡王子吗 这是谁的项圈呀 奇怪 年兽来了 年兽 有年兽 你看 哪有什么年兽啊 别逗我了 这是什么 给你 让本王子玩玩 鸡鸡王子等等我 鸡鸡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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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年少 别跟着我 你 我不怕你 你看红色的 救命啊 不怕红色的 尝尝这个 不怕红色的 你 救命啊 你 就 哎呀 你 你 你 不怕红色的 你 你在找那个项圈吗 可是项圈让鸡鸡王子拿走了 别哭别哭 我带你去找 噓 你就坐在这里 别动啊 拿一张面皮 再舀一勺馅 然后啊 把两边的皮捏在一起 美味的饺子就捏好了 哇 凯特 你看见鸡鸡王子了吗 鸡鸡他们去活动区了 噢 谢谢凯特 谁办的巫师呀 嘿嘿 来哪呀 哇 呀呼 嘿嘿 嘿嘿 好大 鸡鸡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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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不到 好了 找到项圈了 你看 过来抢啊 彩球在这呢 过来抢啊 小年兽 狮子来抢彩球了 抢不到吧 谁办的巫师 你也是来抢彩球的吗 放马过来吧 放马过来吧 双尸抢球 好看 我们再加把劲吧 小年兽 好厉害呀 熊儿 俺们可不能说 跟上啊 走 还在这呢 这边这边 抢不到吧 抢不到吧 快还给我 快还给我 熊大 快还给我 熊大 快还给我 熊大 快还给我 奖到了 熊大 快把彩球还给我 我帮你带上它 好漂亮的烟花 小年兽 小年兽 你去哪儿啊 小年兽 等待我 小年兽 你在哪儿啊 你快出来啊 小年兽 我总算找到你了 小年兽 怎么又不见了 小年兽 你怎么总是躲起来呢 你 你 你怎么了 哦 你还拍烟花是吗 别看 我先帮你带上相圈 虽然烟花爆炸声很大 但是它很漂亮呀 没事 只是声音大而已 你抬起头 看看天空 夜空 夜空下的烟花 是不是很漂亮呀 小年兽 小年兽 你盘得太高了 那也很危险的 你快下来 救命啊 这是什么 小年兽 原来你快飞啊 谢谢你救了我 小年兽 你飞慢点 快 毛毛 毛毛 做什么好梦呢 小年兽呢 原来是梦到小年兽了呀 大家都在放烟花呢 毛毛 你喜欢老师剪的小年兽吗 嗯 我最喜欢小年兽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年兽的传说吗 你们心中的年兽又是傻样的呢 快去跟爸爸妈妈们说说吧 再见